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定型技巧中的边上的定型 下面这一对 这个飞子的旗行呢 俗称台像 旗艳中呢 有台像声跟点声托之说 其实这就是一种定型手法 现在呢下面那一对飞子呢 令人感到不安 那么该如何定型呢 首先呢 很多企友一定会想到这个托 但这个托呢是不好的 白旗搬一个之后 然后黑旗退 白旗再搬 整块的这个黑旗呢 都眼位不足 所以这样呢是不行的 即使你在这里顶一个呢 对方呢也会走这个顶的要点 这个黑旗呢 还是有这个眼位不足的感觉 因为下面这个眼还靠不住 要注意这个啊 这个地方呢当它托的时候呢 白旗不要去托 托的话呢就凑对方整形的吊子 然后对方上边打一下呢 也打着了 下面打一下呢也打着了 这样的话白旗呢就不太好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 另外这个旗呢 单顶也不行 对方还是顶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黑旗还是眼位不足 好那么我们还是看根据这个旗验来下 这个旗呢点进来 是好手 还向升跟点胜拖 白旗如果挡下的话呢 黑旗再往上贴 这个旗呢虽然局部的这个对杀呢 这个黑旗是不利的 但是呢黑旗可以利用这个 实际上就是一种弃子战术 先在上面打一下便宜一下 然后再在这个地方顶住 那么这个呢黑旗就很容易安定了 这个反正我们就看看吧 中间一个这个眼呢是铁定的 然后下边呢也很轻松就可以做出一只眼 可以出来 所以如果做活的话 它是很容易做活的 好那么我们看看 如果当它点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不难下来 不给你弃子的机会 它在上面压怎么样 如果也在上面压的话 这个气拉回来之后呢 这个下边的这个黑旗的眼位 同样是得到了过程 我们说这个死活的这个眼位啊 是跟这个生存空间是有关系的 它下边的生存空间增大了 所以它这个 最下面这只铁眼是靠得住的 中复一只眼下面一只铁 这个气也活得很舒服 一开始的那两个土腾要满意多了 实际上像这种点呢 主要是我们说的是防守方面的 这种点呢实际上在实战中呢 是很常见的 下面我们看看 看一看这种点在攻击之中的应用 比如说像这种棋 在这种局面下呢 黑旗点一个呢 也是攻击的好手 它呢 难下来是一般的变化 因为这一棋在上面难 让对方这么轻松的过去 不仅呢 把白旗的实力全部给掏掉 而且使白旗整块旗都飘起来 变成无根之抚平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白旗也是不能满意的 所以它还是难下来 要把这个黑旗全部去掉 但是呢 黑旗还是把这两个子当作一种棋子 先在上面便宜一下 然后再在这个地方把它顶住 走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黑旗呢 通过其两个子 在外围呢 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在下边和中复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另外呢 以后这个旗如果 黑旗再把这个接上之后呢 我们发现 下边的这个白旗还没有完全活透 因为这个地方以后只要一搬 这块旗呢 还没有活 所以这样的这个攻击手法呢 也是很好的 好 下面我们再看看异形 这个旗呢 这样不是下轮价 基本就是这样 就是这一行呢 黑旗该如何定型是好呢 这个黑旗的两边被白旗分断 但是呢 在这一瞬间呢 黑旗还是有很好的这种定型手法的 首先看看我们看看失败图 失败图呢 是把这个飞起来 飞起来之后呢 这个白旗可以把这个给接上 然后黑旗虽然这压很舒服 但是呢 当白旗把这个一猴之后呢 我们发现黑旗没有什么很好的猴去手段 因为这个黑旗本身的下边这个 右边这块旗也有断点要补 下边的也比较薄弱 主要是这个它猴出来虽然旗形不好 但是呢 气很长 如果下轮价呢 是黑旗失败 因为不管怎么说 黑旗是被分成两块 而且两块呢 都不强 所以下轮价呢 黑旗不满 下面我们在这里推荐啊 最佳的定型手机 是在这个地方靠 看上去呢 这个旗呢 确实是不容易想到啊 有点感觉 感觉像飞来之时的感觉 但等会我们分析 真正发现这手旗呢 并不是很难 首先呢 这个旗你大概只有接一手旗 否则的话 这个旗已经会被吃掉 比如说呢 这个旗你如果压对方一扳 那么正好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一个靠单的旗形 如果我们把这两手加上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了这手靠呢 并不是很难发现 比如说如果把次去变一下 这个时候 如果是这个子先下 那么让你吃这个地方的白旗 我想很多旗我都可以想得到这个靠单 但是没有这两个交换呢 就好像就有点障眼法的感觉 就好像这个靠就不容易发现了 但是很多旗确实是万变不离其中 这个靠呢 实际上和这个靠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关联的 好 那么这靠了之后 为了就这个旗筋呢 当然要把这个给接上 接上之后呢 然后飞旗贴住 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一条单行道 因为白旗要逃的话 逃的话 它只能够是这么下 没有别的选择 那么下成这种结果之后 可以说是飞旗可以说是笑哈哈了 因为白旗吃掉下面两个子呢 没有增加几木旗 整个增加也就是四五木吧 但是外围的这个黑旗 不仅两块去连为一块 而且呢 还形成了很强大的后续 如果这个后续是出现在不绝的早期的话 那么它这个后续的价值 我判断它有三十木 好 那么下成这样的黑旗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下面给大家摆一个参考图 也是一种定型手法 但是在本局这种局面下呢 并不适用 但是呢 在某些情况下是适用的 比如说现在 它呢也有种定型手法 就是这样的气质定型手法 然后呢 它也把这个白旗包封了 但是呢 这个黑旗的这个势力呢 明显是没有那么强的 没有开始那么强 开始那个强呢 开始那个黑旗的那个势力 完全波及到整个中腹了 反正更加强大一些 这种旗呢 比刚才那个说要差一点 但是呢 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定型手法 如果这个旗 黑旗在事先的情况下 没有这个子 没有这个跳的这个子的话 那么黑旗这样定型的就是最佳手 现在有了这个跳 有了这个跳 本身有更好的手关 有更好的手术手法 你当然就必须要下这种旗行 而且 真的你下成这种旗行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跳这手旗 变得有一点闲招的感觉了 好 那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 这种跳的这种定型手法 实际上在实战中呢 也是有的较为广泛的应用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行吧 就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定式 就是二线高加之后大跳 然后再靠出来那种定式 这个黑旗走了一个强硬的长 然后白旗跳出 对这种旗呢 黑旗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直接对杀呢 表参对杀恐怕不利 所以冲出去呢 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下一手很有讲究 当然要争自有力 就是这个旗的跳 跳一个的话 然后他搬 如果相当这样的话 这个黑旗还是 就是左边的这个旗型非常舒展 当然如果争自不利的话 这个旗会遭到对方一冲 这个旗型会要薄弱一些 如果是这个旗只会俗冲的话 那么和刚才就不一样了 这个旗黑旗完全被压低在左位 左边 就是而且以后可能还会遭到对方进一步的压低 现在对方还不见得会老老实实去吃你这个旗 他可能会继续把你压低 以后呢 他这两个旗他都不想来吃 要你无疾而终 那是最好的这个效果 就让你这两个旗不敢动出 最后呢 自然就死亡 那么他这个旗呢 他效率就更高了 好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开始那个跳架在定式中的应用了 好 下面介绍了这个边上的定型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续盘到中盘的定型 在中盘定型的时候呢 一般需要做两种计算 一是呢 定型变化的计算 二是定型变化后的形式比较 及地域方面比较的计算 在实战的情况下呢 续盘到中盘的定型 思路要完整 简明清晰 因构思带有一定必然性的构图 从而达到最佳定型的效果 这些例子呢 我们都选自国内外高手的对局 这一盘棋呢 我一定印象是当时1991年的富士通碑 那个 钱宇平对小林光一的半决赛的一盘棋 这盘棋也是 这盘棋呢 就是钱宇平之黑棋 也可以说是 它的突破性的一局 因为它是赢了小林光一 现在这种局面下 黑棋先下该如何定型呢 左边这个白棋刚刚采取了一监加 这个左边也要注意一个 就是说 黑棋呢 它左边这个监回还欠着一监 好在这儿呢 这个钱宇平走了非常简明的一种定型 这也是钱宇平号称盾刀呀 在这个地方体现出了威力 它这个就直接就要把这个白棋给封锁 而且要逼迫它从这个地方监回 它就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后势 在这儿呢 这个小林光一走了一个比较强硬的顶 等了这个之后 这个 这个黑棋就有一些讲究了 如果是你直接只会挡住的话 对方这个监渡回去啊 监了之后的就可以渡了 因为你不敢立了 立的话就变成送吃了 你如果是接让对方一渡 那么对方在左边和左上挑 连起来之后形成了非常大的实力 这样的话就变成黑棋不立的 所以黑棋不能让这个白棋这么轻松的回心 回去啊 所以他选择了拖 然后对方制造一些障碍 拖了之后再断 他意思是要不就取脚 要不就他就能够在外面 完美的把这个白棋给充住 白棋在这里呢 先把对方打中一下 这是为了以后啊 有一些余力 因为这个其中我直接打的话呢 这个让对方打了 他这个就 以后啊 在白棋在这些方面 反而没有那么多的余力了 所以他先把他打中一下 他断了之后 他把他打中一下 然后再吃 这个就是实战图 实战图他把这个吃掉之后 终于可以比较完美的把这个地方给挡住 那么白棋呢 在这儿呢 也就是开始我们所说的一点余力 然后呢 再回家 走成这种局面呢 这个黑棋先手在握 而且在中复形成了很强大的后势 啊 这个 然后抢到了这个全局的要点 既是实力上的要点 而且也关系到全局的后搏 走了这手棋之后呢 他右下角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而且中复的计划 白棋还没有完全地 走成这种局面呢 是黑棋有力的局面 那么在这儿是不是还有别的变化呢 呃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我不想让他外面走得那么厚 我在这儿走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给接上怎么样呢 但是你接上这个呢 就要牺牲脚上很大的实力 呃 他走这儿之后呢 以后他这一棋 他可以在脚上活得很大 而白棋呢 就只剩一层皮了 呃 所以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白棋也是呃 无趣的形状啊 所谓无趣呢 就是这个棋呢 还是不太好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这个黑棋 如果不是这么定型 会怎么样 他如果这个棋只会跳出来的话 这是最坏的一种下法了 你跳起来之后就丧失了定型的绝佳时机 你跳起来之后 对方也一跳 那么整个这个上面两个子反而走中了 成为白棋攻击的目标 啊 那么这个以后你想拿到先手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图和刚才那图是有天壤之别的 而这个局势呢 马上就由黑棋有力变成白棋有力 另外呢 这个棋不跳直接点脚那也不好 这样就会被对方早早的就封锁到脚上去了 啊 逼迫你在脚上活一个小脚 而外围就全部变成白棋的天下 这样的也不好 好 那么这盘棋呢 就是呃 后面呢是 前雨平啊 只会击败了小林光一 啊 进入了决赛 但是呢 后面呢 决赛的时候因为头痛 放弃了决赛前 啊 这个早一点的棋友呢 都知道啊 好 那么各位棋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例啊 这一例呢 也是非常精彩 现在的局面呢 较为的广阔 看不出明显的进行实际 下边的这个白棋呢 刚刚走的这手机 想先手利用一下 但这手机呢 是一个还手 但是呢 黑棋呢 也千万不要被白棋这个先手 便宜给迷惑啊 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就是这个棋呢 要 不要让对方牵着鼻子走 这个棋 这个棋 如果你只会老老实接上的话 那么就丧失了定期呢 绝好时机 那么这个棋呢 就被白棋便宜了 因为白棋这个 长一个和你下面接一个 他多少中复厚了一点 以后比如说他再上 这个是全局的要点 走了这个之后 这个又下的这个 呃 右边的这个 黑棋就变成了无根之草 再逃跑对方 当头一震 这个右边这块 就遭到了严厉的攻击 而这块就不安定 那么左边的这个模样呢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下边呢 他这手长本身是一个还手 现在变成是先手加强的一个好手 所以这个棋呢 是黑棋的失败图 那么黑棋在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有鸡鸣的这个捕捉战机的意识 他下边这个他没有马上走 而是走到这儿 非常的鸡鸣 这是绝佳的进行时机 走到这儿 明显的是关系到实力和眼位的一个要点 然后黑棋 然后白棋呢 他走这个挡 然后黑棋再贴棋 贴起来之后呀 实际上这个白棋还是不能够抽仙的 还是要跳一个的 那么这个黑棋就先手安定了自身 然后再冲一个再接一个 右边另外棋不仅安定了 而且还获得了一定的目数 然后再回过头来把这个给接上 那么这个全局的形式呢 就完全就形成了这个黑棋减零优势的局面 这个和刚才那个图也可以说是天长之别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想到 那么再走到这种局面的时候 你既然下边不应我这个长 那么我可不可以冲来惩罚你呢 但是如果真正冲了 然后再断的话呢 这个棋实际上黑棋也是可以从容应对的 如果冲断啊 那么我承认在这儿呢 你有一定的利益 那么我就强 我就争先手 然后呢 再把这个二子头给扳掉 那么这个棋呢 还是黑棋有利 以后这个黑棋连扳之后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棋的并不是估起来的 现在变成一道后势了 而且这道后势呢 已经波及到中复这一块了 和左边的黑棋的模样配合起来 以后在中复和左边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一点 如果以后这个地方再让黑棋给搬到的话 白棋还没有完全活透 而且这个搬毡的价值也变得非常大了 所以下成这样 同样的是白棋不好 而且还有一点对白棋不利 就是以后黑棋真正如果打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地方的白棋吃得很小很小 你如果接他就脆 你根本就吃不到 你如果是走这个 他先手一提 同样呢 你也没有得到多少的利益 吃得很小很小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又不能脱先 因为这个二子头呢 同样对于白棋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又不能脱先 就变成右边这个要点被对方无条件的给抢到 就是走着这个圈之后 黑棋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然后再回过头来 赌这个 那么这个白棋就 这个棋能就 一目了然 白棋这个局势不利 因为白棋右下呢还没有完全活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例 这一例呢 也是很巧妙的 值得大家学习和欣赏 在续盘阶段呢 将薄奇定型走后是十分必要的 但要注意的是 在定型时 不要影响棋局的其他地方 让对方也成为影响执行者 很不合算 本利的定型呢 就是黑棋左上的这四个子呢 该如何定型 因为它现在很薄 我们先把这个失败出啊 很多初中棋的初中棋的暗号者呢 很自然会想到就是 先搬一个 打一个 这是长形吧 也是这个痛快啊 痛快便宜 然后呢 再顶一个 但顶的时候呢 这个黑棋白棋下得很好 把它力 保持你这个虎呢都会是决先 这个力很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走这个对方走 你就要跟着硬 跟着硬最好呢 你还要走这个 跟着硬走这个 然后对方走 你还说不定还要继续走 因为不走对方以后 还有这种便宜 那么你如果 你如果再什么 跟着他走 那么这块白棋 就变得越来越强了 那么你对他 根本就不要 不要指望进攻了 别 以后只是 以后要考虑自己以后 别被这块 就给伤着 要是离他远一点啊 所以这个棋 不要 这个棋立一个 第一个他这个就 他走这个 你理都不要理他了 走到这的时候呢 他刺一个 刺一个之后呢 这块白棋 这块黑棋定型 是失败的 因为他眼位 还是没有整出来 没有整出来之后呢 以后还要担心 以后这个靠断 所以下成这样之后啊 这个黑棋 是定型失败 下面我们给大家 介绍这个 最佳的定型 最佳的定型呢 这个地方不能够 随手把它给卖掉 因为这两个交换呀 不能算便宜 因为这个差不多 这颗时候都可以 是这么走 现在走了之后呢 让对方脚上给走干净了 这个在后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区不要交换 直接走这个 非常的好 走这个的话呢 他大概呢 是要挡住 挡住之后 你然后再走这个 就是你 你这个就使他丧失了 这个力的这个 因为你脚上没有去走这种 什么帮他加强的这种棋啊 所以他现在只能够挡 这个我们能够给大家介绍 他的理由 然后他挡住之后 你现在再来走这个 然后你再来鼓 鼓的时候他不好走这个 走这个他凑你成型 所以他接上 接上之后你这个棋啊 就比刚才 就先手鼓到了 这个棋就 已经先手得到加强 然后呢 再抢先 非攻右边的这个白棋的子 因为自己这块棋 多少有一些眼位 左上的黑棋 得到先手的加强 然后呢 再抢攻右边的白子 右边的白子在逃攻的同时呢 肯定会使这个黑棋的中复 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左上那个棋呢 他就更不需要担心了 而且走到这个之后啊 以后如果是黑棋变得更 中复变得更强之后 以后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强烈的阻击点 那么这个 白棋马上全棋就变多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他立啊 很重要 他如果能够立的话 这个斧他就可以不硬棋了 而你如果是挡住的话 他就一定要硬 所以这点是个差别 因为不硬的话会被打穿 这么硬的话呢 以后让对方一顶 对方棋心变得也越来越 越坚实而且你还不好脱手 因为脱手还会遭遇到地方的打 所以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首先主要是 坚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能立啊 这也就是黑棋为什么要保留 这两个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他现在立的话呀 黑棋有很好的手机手段 就是这一手棋啊 就是这一手棋啊 是一个很好的手机 原来这个棋就是他没有交换那个搬大的一个余力 就是他走了这儿之后 这个整个这个白棋就无所适从了 你挡大概是本手 挡了之后对方一搬 那个脚上啊 白脚变黑脚了 而且这个意义啊 还不仅仅是实力上的差别 黑棋能够搬进的话 这个自身这个眼位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所以下能降呢 同样呢 是白棋不满 那么在这介绍 就是说这个棋啊 他走这儿也没用 走这个看上去好像又防止了冲 又防止了搬 好像是好棋 但是真正对方搬的时候 你还是不敢搬 因为对方一断 你看这个棋 你能够经受到这一打吗 同样也受不了 是不是 这个同样呢 也是这个 白棋不妙 所以大概还只能够挡在这儿 让地方弹回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不要俗手把这两个给交换掉 而直接肩顶的好处 这也是最佳的定型方法 那么 这个以后的这个地方定型呢 大概就是 就是刚才那个电话 大概会下轻降 这个器也不好鼓 鼓了我说了 做不太好 当然还不如接上算 以后呢 可能对左边还会有一点手段 那么 但是呢 这个左边呢 它黑器已经先手整出了一遍 得到了教堂的下场 然后抢线攻击右边 我来说的 我来说是 我来说是